市長想先問說 昨天的會友宜會上 王清明院長有發問卷嗎 那是誰發的 然後是發問卷目的 市長認為是什麼 我們都會面對所有的民意 大家團結在一起 請聽大家關心的議題 迎濟所有的相親意 市長是金普通出來幫市長 回應這個兵役問題 那律委就批說這個模式 是不是乾脆金普通出來選 看到金小刀出效 大家都嚇了鑰匙 民進黨不用那麼害怕嘛 7月4號的請問說 郭台銘也要來 那兩人後面會不會尷尬 會跟郭台銘一起走完遊行嗎 郭台銘董事長 參加16號的遊行 為了示範百合 基礎爭議社會不公平 這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面對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們呼籲大家 一定應該勇敢站出來 讓做了不公不義的事情 多人夠大家站出來的勇氣 讓民進黨向來 但是正如今天要推這個 囤房稅2.0 那會不會覺得這是在7.16遊行之前要救火 民進黨執政了7年 黑金低薪高房價 從來沒有打房 就像打炸一樣 都在打假的 在這個時候推出來 賴主席也自己說過一句話 房價在漲 這不是瞎話嗎 市長你怎麼看賴清德說 這個要拋出和平反農 四大支柱在談及兩岸的時候 強調維持現狀 市長怎麼看 有加上到監察院高發位要按 這個 我們維護家長 跟孩子們的健康 這是我們一向的原則 我們尊重家長 市長你怎麼看賴清德向外媒投出 拋出和平反農的四大支柱 在談及兩岸 兩岸問題的時候 強調維持現狀 你怎麼看 內容了無新意 他所選擇的還是 蔡英文的路線 那是一個 瀕臨戰爭的風險路線 尤其他的四大支柱 的根基 他是建構在 霧福的台獨上 我相信這樣子 台灣很快就倒塌了 趙紹康有說 就是候選人絕對不要怕美國 但這次畢竟問題 美方是不是也給予很大的壓力 趙紹康就是說 不要怕美國的壓力 美方的關心 我相信 我當時說得非常的清楚 我反對的是三加一的 協制的兵役制度 因為民進黨政府 在整個兩岸關係 處理的不好 兵臨戰爭的邊緣 一年的兵役 是不得不的選擇 我當選總統以後 不必做好 肉質兩岸和平穩定 建立一個戶勢的機制 才有可能 背後 兵役四個月 這偉從國到尾 都說得非常的清楚 朱瑞文現在可以試圖 聯繫柯文哲 世界上是要藍白河嗎 還是有其他打算 這個可能要問民眾黨的 柯文哲吧 那鄭旅文文哲 早上在廣播上面也說 現在不換人 然後未來才是危機 那會不會希望 藍圍不要再這樣 我想外面的謠言很多 唯有我們團結在一起 面對所有的挑戰 才能克服所有困難 蔡平如說 郭台銘這兩天可能 獨立參選 考慮獨立參選 郭董事長 也是為了中華民國 讓台北青馬 這個土地人會更好 訓練跟我們是一樣的 大家要有共同的信念 同時 我們也有共同的承諾 我們會一起走 昨天王院長的問題是誰發的 是市長發的 還是院長發的 還是可能是金谷中發的 他會向那個信封問卷 大概是值班單位發的 最主要是請清雲議法 市長是不是有 今年所有支持都會 小夕和柯文哲會面 市長施情嗎 我們都快開始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看